党主席竟然省引 竟然落跑 我很难想象得到 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主帅不出来 跟大家讲几句话 变成了四缺主席 就是缺少承担 缺少谋略 缺少战力 缺少反省 那朱主席他现在面对 这几次重要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他做到了 有四个东西是值得去争议的 第一个我觉得他缺少了承担 第二个缺少了谋略 第三个缺少了战力 第四个缺少了反省 就基本上现在变成了四缺主席 就是缺少承担 缺少谋略 缺少战力 缺少反省 那怎么去讲呢 比如说他在这一昨天 刚败选的时候 他说他只是完成了 过去的一些任务 那换言之 他把这几次四项公投 跟这个霸仓案 跟中国选区 他认为是前一任 江启臣主席所留下来的 这件事情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在看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承担出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缺少了一个谋略 就是谋略就是说 面对这么民进党 他现在铺天盖地而来的 以党政军 再加上传统的媒体 再加上网军 几乎是五股力量 整个一起下来的时候 国民党面对这种情势下 你如何你的战略方面 做什么样的挑事 可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面对这 以他最近来讲 他认为中二选区 基本上是尊重地方派系的力量 尊重严家的力量 那我中央就尽量不要介入 然后在这个霸仓案的时候 认为说是民间团体的推出的 所以中国国民党势不关紧 也不介入 就是这个战略对不对 当民进党已经铺天干地而来的时候 已经把它打成一个政党 跟政党对决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国民党 是不是也应该请朝而出 更重要的是 我们面接民间团体的时候 各位国民党现在是在野 公投这个案子 霸仓这个案子 严格来讲 它是民间团体所提出来的 它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讲 只有责任 没有功劳 也就是霸仓案就算通过了 跟国民党一点功劳都没有 你不能够沾它的光 但是如果说这个霸仓案没有过 中国国民党当然有责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要面对 现在的当权者 毫无疑问的临场所是当权者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一个在野党跟当权者对抗的时候 在野党是不是要跟所有的民间团体 要整个团结在一起 那不能说是只有我国民党为主的时候 邀民间团来配合我 而民间团体出来的时候 国民党退居 不理不睬 所以国民党应该站在第二线 或者站在第三线 全力的去支持民间团体 可是我们这件事没有看到 遇到了选后几天的时候 才看到几个委员站出来 那我张亚中也不断地站出来 呼吁他 可是你看这一次 我们的霸仓案只差了四千多票 如果中国国民党能够全力再动员 用各种方式去动员的话 四千多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霸仓案就过了 所以换言之民进党在霸仓案 其实来讲民进党你也没有赢 是惨胜 可是中国国民党是惨败 所以你可以看这些事情 同样道理面对中二薪选区的时候 即使国民党他要尊重地方派系 但是还是有办法动员一些支援 一些人脉 包括当地的县市首长 我们应该主动地出来去协调 去帮忙 一定可以去努力的结果 所以整个来讲 这个谋略整个战略上 是完全有问题的 那第三个战力 战力现在这段时间 大家感觉起来 战力包括什么 就是说你动员的能力 那我们看看这几次包括公投的选举 包括这两次选举 中国国民党是召唤不出人出来 就是说整个蓝军为什么召唤不出来 民进党已经用尽了所有党政军 严格来讲民进党表现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 你用了这么多的资源下去 结果投票率还这么一点点 但是中国国民党你应该可以赢的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群众不愿意出来支持 就我们刚刚再讲的霸仓啊 难道四千个召唤不出来吗 你用运动的方式那一定是这群众 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存在一种不满意的现象 认为中国国民党好像事不关己的样子 所以现在国民党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你的选民在逐渐在流失 然后选民的热情在流失 经过这几次挫败以后 整个感情上又更疏离了感觉 那这就影响了整个国民党蓝军的战力嘛 那战力取决于谁 我刚刚讲战力取决于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的论述能力 一个是你的领导的魅力 领袖的魅力 就是一个人的魅力 一个是政策的魅力 这两个东西现在看着国民党都缺了嘛 就是你没有一个领袖的魅力 也缺少一个政策的魅力 这个时候民众就觉得说 那我头不头有什么关系 那种新凉的感觉嘛 第四个缺少什么 缺少反省嘛 你看昨天那个场域 我很难想象得到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主帅 不出来跟大家讲几句话 就算你在忙 你也要出来 为什么 必须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国国民党为什么输 要讲清楚 第二个民营党他怎么赢的 把他们的一些肮脏的手段 也要跟民众讲清楚 第三个 中国国民党未来要怎么样反省 下一个阶段的重要目标是什么 是不是借这个阶段也要讲清楚 更重要你要号召选民说 绝对不要放弃 我们继续努力 勇往前冲 这个东西不只是反省 也是跟党员喊话的一个过程嘛 可是你看到什么 党主席竟然神隐了 竟然落跑了 竟然把这个事情 不把它当成一件事情来处理 你不觉得很诧异吗 完全超过大家的想象 党主席不出面 副主席可不可以出面 副主席出面不出面 秘书长可不可以出面 秘书长都没出面 副秘书长可不可以出面 一二三四到了第五层了 一个发言人出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面对选败的一个态度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 变成四缺主席了 缺承担 缺谋略 缺战力 缺反省 那我请问一下 未来台湾 中国国民党 面对马上2022年的选举 选举我相信 其实大家媒体当中认为说 2020的地方选举 严格来讲 这个局势是对国民党好的 几乎是所有的媒体的分析 都认为2020的情况 对国民党好的 因为它有14个县市 基本上都是现在执政的嘛 而且民进党现在 做得这么的差嘛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整个一个 国民党的领导阶层 让人家感觉起来 缺少了那一种魅力 缺少了那一个方向 缺少了一个大论述 那我请问一下 民众的热情 它会降低的 那民进党也是无孔不入的 不要忘了 民进党做得再烂 基本上得力的 不见识中国国民党啊 就像我们再回到你说中俄区的选举 怎么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中俄区的国民党的候选 反而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透过他的妈妈来加持来帮忙 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那我们党主席的家人 党主席的朋友 有没有做出这种很巧妙的安排 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要给他大力支持的 似乎是没有嘛 北京现在 我讲句不客气的话 他根本懒得跟国民党去 再谈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了 所以这对台湾是不好的事情嘛 另外来讲 我刚刚讲 在这个历史文化身份 认同这一方面 民进党不断的塑造 民进党是真正爱台湾的 那这一种的爱台湾的论述 完全被掌握在民进党手上 请问一下国民党将来怎么再翻身 所以国民党要了解 选举这个胜利 是因为老百姓认为 中国国民党可以为台湾做事情 而得到的红利才去支持国民党 而不要把它变成 只是为了讨厌民进党 就会支持国民党 这个逻辑就不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